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二十多年间私自利用大楼外墙的机灵缝隙盖出两百九十九间悬空的房间 围建里面只是三年里面 这个中间都不应该有... 为了一己滋私 居民进凭空加盖房间 有些还以一个月大约台币两千七百块的租金出租 堪称史上最狂超大围建 相关单位7号已经展开清除 但说到围建中国可有一箩筐 海南有个社区 居民之间吵得脸红脖子粗 原来一名屋主擅自把公共区域的墙给拆了 然后在电梯旁边加装铁门 以为这样就可以把家变大 殊不知犯被邻居告上法院 这个那个烟厨 就是排烟那个通风那个 这个烟厨来的才不是 中国陕西还有一位先生砸了数百万 在他家顶楼盖空中花园 声称要绿化环境 这个东西主要就是现在解决着 楼顶的这个热刀效应 结果这个爬满藤蔓的空中花园 占用搜放出口和公共空间 被当局认定是违建要求拆除 忽略公共安全为了自己方便的违建 一旦造成意外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三里新闻烂运红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